今日要比的是佛跳牆 一片 糟啊!彼此才可以做 佛跳牆?哪有需要自己做的 我有6號吉善堂的佛跳牆 我給你 你可以啊 這東西嗎? 試試 那隻舌頭和我翻譯 今天我們和大家推介的是 吉善堂這一款金湯佛跳牆 但是这款东西有点新意 在于想吃佛吊墙不需要再去大酒楼 在家可以做到即食的效果 稍等 好奇华 非常重手的一大盒的东西 好奇,开来 1,2,3,6点 大,真的会有6宗的佛吊墙 每个上面都会有一个佛仔 包装会有一个冰袋 保持温度 然后开一大盒 打开之后发觉好美,见不见到鲍鱼 是见不到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浓缩在这个石子的汤包里面 家庭的方法其实是很简单的 双的侧箭 我们要准备的只不过是一大盒的 滚水 将我们的料包 整包煮下去 煮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 好,时间果真是快 10分钟 10分钟没那么快过去的 让它煮一下 以我的认知 如果你真的要将这些 原材料 炖成一种佛跳墙的说话 虽然是非常之久的 但是这种即食的说话 很多了 10分钟的加热 就可以顺利把一个急冻的包 变成了一个佛跳墙 好,好,好 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 第一次刺激是它的香味 那种浓缩的海味的味道 马上已经是随着它 轻舍来出的时候 涌出了 捐入了我鼻子里面 里面有什么呢 花架一大条 鲍鱼 一粒仔 瑶柱也有一粒的 再加上裙边 基本上我们传统佛跳墙当中的 勾心仕肚 它都做了三样 各位我不客气了 金汤的色彩非常之有仁 我先做一口汤 很溶,很稠 知道它是用了 它是加了南瓜羊 拿回它的稠的程度 有足够多的鲍鱼 干杯 在里面之后 那种的海味的味道 它是很完美 很棒 这个也是我喜欢的 好,再来 虾仕档的鲍鱼 明白了 海芯 海鱼 打完杯 海鲜其实不会有太多的味道 靠的是外加的味道 为了它 让它有一种很滋味的味道 海味味 肉香味 混而成为一体的时候 舒服的 可能你会说 你那些 普通的食物 都是海参仔 鲍鱼仔 但是 发海参、发鲍鱼都是一门鱼 都是一件生功夫的事情 所有的食材 从来熬成一个 又是需要一个时间 再加上一个调味 又是一个时间 才能做到佛祖鲍鱼 都跳墙而出 这种效果 而这种的即食佛跳墙 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在于 它刚才我说到的 很多很繁复的动作 全部和你省略了 剩下的 拿10分钟的时间 用点滚水 加热它 就可以吃得了 这个我觉得是它最大的优势 佛跳墙 很贵的 複雜的食物 但是今时今日可以做到即食 这种的 金汤佛跳墙 其实的产地 就是来自于我们廣州人 很骄傲的一德洛 是有一班有心人 可以将这种 这么厉害的干货的食材 选择最好的 性价比最高的 然后再加上这种佛跳墙 将购买的说话方法很简单 关注我们品成记的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菜单 买买买买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款 即食金汤佛跳墙 喝